这个男孩将老虎当作狗子养 牵着老虎离家出走 四处流浪 一路翻山越岭 只为找到传说中的虎巢 相传虎巢的老虎进入寺庙 便会放下杀性 日夜倾听 寺庙的经文渐渐拥有灵性 而他们的祖先正是佛祖的坐骑 巴尔玛尼批演一个幸福的家 突如其来的地震 让他的家园成为废墟 即使在地震中侥幸活下来 他也得了灾后综合针 每每在孤儿院醒来 他都会回忆地震时的恐怖场景 害怕与恐惧 挥之不去 他想待在孤儿院生活 可始终没法融入 家在哪里 他不知道 但总归不是这里 一次他在地理科上 响起的妈妈生前说过的一个故事 说在喜马拉雅山上 有一个神圣的虎之巢 那里要消道院 要成群的老虎 可同学们都不相信 有这么个地方 当天晚上巴尔玛尼 趁着索尔同学睡着 偷偷拿上自己的物品 溜出了孤儿院 他也离开这里回家乡去 夜色中反来枪声 好奇的巴尔玛尼 悄悄去查看 原来是两帮盗猎者 在交易老虎 由于价格没弹弄 光头直接把母老虎杀了 至连架买下小老虎 趁着偷猎者 去处理老虎的尸体 巴尔玛尼 悄悄来到笼子旁 他打开笼子 叫小老虎赶紧出来 小老虎迟疑了一下 还是跟着巴尔玛尼走 他像抱着小猫咪一样 抱着小老虎 迅速消失在草丛中 道理者找不到小老虎 只能空手而归 小弟说 好像看到一个小男孩路过 一直到了白天 巴尔玛尼才把老虎带出草地 男人躲在一个龙户家里 小老虎很调皮 想在布袋里找出的奶粉 看那小家伙是太饿了 瓶子里的奶粉 被一扫而光 走之前 巴尔玛尼还用绳子 做了一个项圈 防着小老虎到处跑 被人发现 他一路牵着小老虎赶路 走到树林边 才取下了项圈 他知道 大自然才是小老虎的家 他们俩只是生命中的过客 在自言自语和小老虎告别之后 巴尔玛尼在小老虎的不舍中 微笑离开 巴尔玛尼继续朝着家乡走去 他心里侥幸小老虎找到了家 可走着走着 叫被什么伴住了 原来还是那只小老虎 小老虎像巴尔玛尼一样 并没有把这里当成家 他根本不愿意离开巴尔玛尼 还卖蒙撒娇 不肯离开 巴尔玛尼也索性 牵着小家伙继续赶路 这边顾尔玛尼的老师在点名时 终于发现了巴尔玛尼逃跑 他们猜想 男孩是回家去了 而此时的巴尔玛尼 已经和小老虎 进入了野生动物保护区 时不时便有巡逻员 牵着大象路过 男孩抱着小老虎 悄悄前行 他并不想把老虎交给这些人 这些人坚守自盗 湖边一艘废弃的小船 小老虎趴在船头 巴尔玛尼则使劲划船 岸边小犀牛有妈妈陪伴 小老虎也有巴尔玛尼陪伴 巴尔玛尼并不知道 如何驾驶小船 很快小船顺着溪流 到达溪流河段 小木船最终翻倒在水里 幸好水浅 小老虎和人都没事 接下来他们只能弃船 沿着河流逐步行走 路边一个受伤的女孩 向他求救 巴尔玛尼搀扶着女孩 进入部落 对于陌生人进来 补助人很失排斥 可组长看着男孩 救下小老虎 认为男孩是善良之人 允许他的部落留宿 小老虎被拴在了树桩上 想着挣脱 女孩则带着男孩 去森林找果子吃 可玩着玩着 男孩觉得有问题 果然慌忙跑回来时 小老虎已经不见了 找了半天 幸好小老虎 只是跑到了母羊这里 真是只天生的小吃货 还知道淘奶喝 男孩索性 寄了瓶奶给小老虎喝 临走时 组长告诉男孩 小老虎马上就该断奶了 吃肉的老虎 将变得十分危险 劝小男孩尽快放生 除了部落 男孩在路边担车 大爷好奇男孩 怎么带着老虎 巴尔玛尼说 这是条狗 好吧 那就上车吧 大爷将巴尔玛尼 带回到了他长大的镇子上 可回到家里 家里的房子 东倒西歪 家人已经都不在 巴尔玛尼难过的 在地上睡了过去 偷猎着半夜找上门 小老虎被他们再次带走 原来是院长前来 暴露了巴尔玛尼的家庭地址 院长想要带巴尔玛尼回家 可他想的还是找回小老虎 天高蒙蒙亮 巴尔玛尼在古庙附近吹口哨 随之来了一群小朋友 他们都是和巴尔玛尼 一起长大的朋友 得知坏人抓走的小老虎 孩子们决定联手救老虎 孩子们整日在镇上跑 很快便找到倒立者的藏身所 趁着大人们睡着 巴尔玛尼进入仓库 悄悄打开笼子 同时要告诉小老虎 不要除声 不过在离开时 巴尔玛尼发现 孤儿院的厨师也在里面 因为走神一不小心打碎玻璃瓶 随机倒立者追出来 幸好他抓到的并不是巴尔玛尼 倒立者很生气 势必要愣死拦住 为了避难 巴尔玛尼决定牵着小老虎离开城市 当地人都相信 在喜马拉雅山上有虎之潮 那里才是老虎真正的家 巴尔玛尼听从指引 准备去往喜马拉雅山 一个好心司机 愿意搭载他和小老虎上山 小老虎和鸡妈妈关在一起 这群可怜的鸡妈妈 淡淡的被吓出来 司机是山上的踩蜂人 他们在悬崖上踩蜂 十分危险 只要被蜜蜂遮到 哪怕是遮晕 都也可能摔死 看到蜂巢被摘下来 踩蜂人 看到的是钱 而巴尔玛尼看到的却是 这些蜜蜂没了家 该怎么办 踩蜂人无言以对 只是对小老虎非常好奇 原来恐怖的老虎 小时候这么可爱 送走巴尔玛尼之前 踩蜂人给他戴上棉帽子 因为海拔再高点 系号将骤变要前往更高的顶峰 巴尔玛尼需要牵着小老虎 翻过无数的小山峰 能不能到达 没人知道 最后只剩下巴尔玛尼 和小老虎独自前行 一路走来 小老虎越来越强壮 它已经不需要喝奶 而是靠肉为生 山上最可怕的不是山峰 而是突然而来的大雪 巴尔玛尼和小老虎迷路了 它们蜷缩在崖壁下 不知走踪 一旦时间过长 它们将永远冻死在这里 巴尔玛尼实在撑不住 睡着了过去 等醒来时 它们被带到了羊群里 牧羊人将巴尔玛尼带回家 从画面来看 应该是到了中国境内 在牧民家休整之后 巴尔玛尼继续上路 并且得到牧民的指引 如何进山 按照指引 巴尔玛尼终于看到了山上的寺庙 他心想 这里肯定离虎之潮不远 巴尔玛尼问小老虎 你还好吗 老虎似乎听懂呢 表示自己很好 寺庙看着很近 过去还需要爬山 而半路上 奥利者已经埋伏在山上 他要求巴尔玛尼留下老虎 还拔墙威胁 可此时的小老虎 已经不是小猫咪 他清楚记得 母亲就是被这个人杀死 冲过去 一把咬住凶手 将他送到悬崖下 身后院长听了枪声 随即赶来 他对巴尔玛尼的毅力表示钦佩 并且承诺 保护小老虎去虎之潮 小老虎踏上了石阶 缓缓走进寺庙 似乎他本来就来自这里 僧人欢迎老虎的回归 这里的人保护老虎 以老虎为伴 僧人告诉巴尔玛尼 他们兴奋的佛 当年就是骑着老虎来到此处 对老虎的保护 就是对佛的爱戴 佛祖当年甚至割热喂虎 巴尔玛尼听完非常放心 答应在这里放生老虎 接着僧人指向森林 说这里有一只母老虎 刚产下幼崽 只要小老虎被鸡射 他将有新的母亲 巴尔玛尼看到母老虎 便远远将小老虎放开 小老虎一开始害怕 但是看到小老虎又想过去 加上巴尔玛尼的鼓励 小老虎终于赶过去 母老虎也接受了这只雌性小老虎 最后巴尔玛尼在眼内中 告别着小老虎 一人一虎都遭失着不幸 但是一路的相互依偎 他们相互治愈 重新有了新的生活 非常治愈的一部冒险地影 最后巴尔玛尼 将四面的画像带回家 就当作是小老虎 天天陪伴着他 他也终于放下恐惧 融入到了孤儿院 每天不小电影 欢迎大家的关注 本作用来语言 动物电影 虎之潮